现在马上要登船啊 现在在找Terminal 这边都是各个公司不一样的船型 第一个也是黄加玛德 黄加加利 黄加玛德里 并没有看到我们的船 我们是第一个 不是吧 是就第一个 Terminal A 第一个刚才看到 我们这次的船是五天四夜 不长不短 我感觉刚刚好 这个卫生间呢 就属于麻雀最小五脏俱全的那种 比飞机上的那种 卫生间还是稍微大一些的 这是我们房间的小阳台 今天外面是阴天 所以看起来整个海也不那么蓝了 这个背影就是老人与海 现在换好装 我准备去吃点东西了 今天把头发给盘了起来 因为穿了一个演艺裙吧 它其实后面是露背的 心机都在背后 我还挺喜欢的 其实船上吃的还挺多选择的 就除了它自己的自助餐 还有什么日餐 意大利餐 就各式各样的 披萨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觉得在船上还挺幸福的 就是 为适合那种懒人 就你也不用思考 每天我要干点什么 然后它都给你准备好了 安排好了 然后目的地也是规定好的 就感觉挺幸福感的 这条船呢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水上的那种滑梯 但是它有一部分是露天的 就是它是在 就是在上面是可以看到下面的海的 就比较酷 也是当时说我们为什么 钉这个船的原因 其实迪士尼的船 我们觉得也很好玩 但是觉得它好像更适合家庭那种的 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然后这个呢就属于那种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 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的那种船 每天其实就算在船上也不用担心无聊的 就它有什么攀岩啊 什么密室逃脱 SPA 包括冲浪 各种各样的 你都可以去玩 或者你就直接在上面 晒太阳就可以了 就完全是那种很休闲的度假的那种模式 当然也很容易长肉了 然后每天它会给你放一个累穗账的日程表 告诉你明天我们会有什么安排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包括就是我们到达那个城市的一些基本信息吧 还挺贴心的 我们现在要穿过Gasino去剧院里面看一个剧 宝哥只要看着点篮球赛就已经够了 今天刚刚洗了一个枣 我们现在化个妆 等一下我们就去随便逛一逛 其实本来今天应该是去就是那个巴哈马的手头拿骚的 但是因为就是好像风浪很大 所以我们就不能靠暗 所以今天呢就变成了在船上待一天 我头发超少的 我每次喜欢头发都会掉头发嘛 就这么一点点就又细软又少 就发质真的很差 我很担心我以后会涂掉 这里没有吹风机嘛 就只能靠自然风干 男生还好 女生的话 头发多可能会比较痛苦一点 还好这里天气比较热度 20多度嘛 忍一下 一会就自然干了 我这次带的眼霜是这个雅士兰黛 它好像新出的这个二合一的精华跟眼霜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用LAMER的那款 就是绿瓶子的那个眼霜嘛 用完之后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 这边就有一点想张脂肪力的那个趋势 所以我就用回这个雅士兰黛了 我觉得像25岁左右的女生吧 或者三岁之前吧 可能用那个LAMER还是有一点早了 感觉不是特别能完全吸收的 精华呢用的也是一个雅士兰黛的 是它的一个就是旅行妆的 我觉得还挺方便 像这种一个新左右的旅程 也不想带太多东西嘛 我其实最近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这边有很多红血丝 所以我最近就又换回了这套雅士兰黛的护肤品 嗯 之前前几个月就用很多新的 用比较杂 有用一个Dior的精华 就没什么用 之后今年再总结那个红黑榜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吧 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评 面霜呢我用的是这个李富全的 因为刚才说的最近皮肤特别的敏感 所以我就想用一点这种李富全啊 雅样这种比较温和一点的法国药妆 其实我的镜子在这边 当然这边没有办法 就架三角架放我的那个相机嘛 所以我就只能这个样子看着相机里面 吐我的脸 就是防晒霜呢我带了三款 一款就是我一般喷身体的 我觉得这种喷雾型的就是喷到身体的时候 特别的方便嘛 很快捷 而且你补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这种在沙滩上的时候 手其实已经不太干净了嘛 你再用这种瓶瓶罐罐的 就反而要涂抹就不太方便嘛 还有另外两款都是SPF50加的 这个是李富全的 我一般都是涂在面部 每天都会用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娜晒的精瓶 安娜晒精瓶就是防水的 这款安娜晒的精瓶呢 它就是那种敏感肌啊 孕妇啊都可以用的 它优点就是 如果你是特别怕晒黑那种 想要进去游游啊 什么都怕黑的 那就用这一款比较好 我是觉得它有一点点厚了 就涂上去你的明显感就有一层 很强的仿晒霜在 我不太喜欢 我一般是用这两个来配合用 粉底液这次我带的是 Make Up For Ever的这款 这个粉底棒 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用的 还有另外他们家最好用的 就是那个福生若梦粉底 好像这么说的吧 其他的很多款 我觉得对于亚洲女兄来说 可能会觉得就遮瑕力有点不太够 然后这个粉棒最近是我的心虫 上粉底的时候 手法就一定需要往上提的 反地心引力 让你的脸更加的lift一点 还有平时像我们用一些面霜啊 什么之类的 多尽量手试试 想上这种幅度的 它可以提拉我们的脸 避免就脸过早的垮下来嘛 就是用这个定妆粉呢 是美宝莲的对吧 说是16小时的持妆 因为我忘记带我自己的粉饼了 就在Valgarine随便买了一个 我就看它当时写的就是 持妆时间很久嘛 16小时 但是证明它真的持妆不了16小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I've never been here with you You're like an angel Too good to be true But after all I love you 看今天的拖有多么的单行 天哪 那天我们现在没有排的时候 我们已经一个小时 今天一个人都没有 好好吧我们来下雨咯 现在已经回到Miami了 我们就准备下船了 应该在Miami再待个三天 我们就回家了 回到亚特兰大 回到Miami了 我们现在在去酒店的路上 就这个 到了就这个 就这样吗 我在小红树上查的 网红酒店 就是一个One Hotel 南海滩一号 好像好评超多 到酒店了 我还挺喜欢它这种装饰的风格的 现在我们进到房间里了 看了这房间怎么样 还挺大的 然后这里是浴缸什么的 我本来以为没有浴缸 居然是有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这边是阳台 还挺大的阳台 整个酒店都这种比较偏 一边硬是风 就很圆木系的感觉 外面是宝贵又在看球赛 我们现在开市吃饭的路上 准备是一个古巴菜 我们要去这里家 看网上好评还蛮高的 我们现在来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温暖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下屹的功能 我们下屹的路上 哈喽 大家早晨好 我们现在刚刚睡醒 我准备洗一个澡然后化一个妆 点饭下午的时候我想去那个Dior的咖啡馆转一转 我们这两天来的真的天气都超沙很恶劣 我今天网红泳池拍照的时候就简直要冻死 泳池里没有一个人 虽然拍拆照片觉得还好 但是就是拍照的过程太痛苦了 他们这里洗手液啊 Lotion这些都是自己的 就有一种Jean Malone的味道 包括洗发水这些也是有一些中性的味道 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洗发水的感觉 看到Dior的Di狼子吗 现在快六点钟了 天色真的不太好了 不适合拍照 今天我们主要就去那个Miami的Design District 就很年轻的潮流聚集地吧 去那边拍点照啦 然后去Dior Cafe就下午茶做了一会儿 Miami挺有意思 就很多地方它都不让用专业的相机拍照 包括我们住的那个One Hotel 还有今天去的那个Dior Cafe 都不让拍照的 就感觉吧 就是用手机拍一拍的质量就差了很多 像这些网红打卡地 我就觉得不让用相机拍还挺浪费的 你说多一点照片 发在网上必须对你的宣传嘛 但是没办法了 人家有规定 所以我们还是就乖乖地用手机随便拍拍好了 这次出来完全不都是宝哥在给我拍照吗 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合影 然后明天在泳池边 就想拍一点我们两个照片吧 也给宝哥拍一点 他都真的是没有什么照片的 也不喜欢发朋友圈 也不喜欢拍照那种 洗面奶最近我用的都是 LAPEHE的这款 这款洗面奶就是也挺融合的 洗完之后不会觉得脸特别的紧绷 但还是觉得洗的挺干净的 这两点是我对洗面奶的基本要求 一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干净 一个就是不要紧绷 因为我的角质层很薄嘛 有的洗面奶我用完之后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 但是这款不会还蛮好用的 现在呢敷个面膜 这款面膜之前我在那个面膜大厂里 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动物图案的那种面膜 精华液还是挺充足的 而且它整个的面膜纸呢 是比较轻薄的那种 我不太喜欢就是很厚的那种面膜纸 敷在脸上我总觉得就是精华吸收的不太好 这个还挺舒服的 今天敷的这个是猴子 特别的大 都可以完全的护住我的下巴 多余的精华我每次都抹在我的脖子上啊手上 等一下给宝哥也留一片 刚才用的那个眼传系妆液是这一款也是蓝带的 我觉得这个清洁力一般没有蓝蔻或者说是神奈乐的好用 需要还是清洁多次才可以完全清洁干净的 你那时候我就要丑得不明显 我脸颜色比较淡 我会戴反了吧 你真的戴反了 来换过来 反了挺好的就亮了 换过来 我说你跟我的飞一样 我觉得羊笔好可爱 看一下 你看这才对的 给你戴上眼镜你看不见 这才对的 你刚才戴上去都跟没有戴一样 好啦晚安啦大家 我明天见 我之前有从第一季到第十季看过一遍 宝哥看了估计有四五六遍了吧 但现在我高清版了之后我们还在看 旅途必备 咖啡两杯 我现在一脸疲惫 就是我们现在开回家的路上了 要开九个半小时 就我们两个交替着轮流开 中间我们看一下吧 如果太累的话我们可能就在休息一晚上 如果还好的话我们可能就直接开回家了 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 我真的好喜欢迈阿密 但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旅游 可能感觉更好一点 如果生活的话 它堵车这么的严重 我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我还是喜欢就整个生活节奏那一点的城市 感觉幸福度会比较高一点 现在在加油站这里我饿了 要吃一个汉堡 补充下能量就继续开回去了 我们就亚特兰大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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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